我国飞机航班延误或取消的情况在恶化 今年第三季度准时起飞的航班减少到79% 其中马航和亚航延误的航班就高达四分之一 交通部长陆兆夫解释 航班延误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当中就包括天气 不过他认同的确需要改善 部门会继续和航空委员会商讨应对方案 以及合理的惩罚 乘客最担心的飞机航班延误和取消问题还没有改善 交通部长陆兆夫今天在国会下议院透露 今年第一季度有八成的航班准时起飞 第二季度微涨到82% 第三季度却下滑到79% SKS航空的表现最好 高达95%的航班准时起飞 马航飞翼则有93% 巴迪航空82% 飞银航空77% 马航和亚航双双垫底只有74% 也就是说这两家航空公司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航班延误 陆兆夫解释 除了航空公司的失误和不足 航班延误其实还有很多控制不到的因素 例如天气恶劣不能起飞 但是他认同的确需要改善航班的准时度 只是这不只涉及了航空公司 需要改善的还包括机场 航空交通管制塔等等 交通部和航空委员会会继续探讨 如何制定航班准时标准 纳入所有相关的因素 如果航空公司表现不达标 航委会就会采取行动 除了航班准时的问题之外 陆兆夫今天也在国会下1月汇报 今年1月到10月之间 有超过38万1千趟的航班起飞 对比2019年同期 也就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 今年的航班数量是已经恢复了超过7成的 而今年1月到9月之间的客流量 对比2019年同期 也是恢复了将近8成 相信这个航班数量还有客流量 双双都能够在明年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数据显示 我国机场客流量在2019年 录得超过1亿人次 疫情爆发之后的2022年 减少超过一半 只剩下5480万人次 但是今年1月到9月 就已经录得6280万人次 本地旅客复苏的情况 最乐观高达84.4% 东盟地区旅客恢复77.5% 其他国家的旅客63.4% 政府有信心 今年全年的机场客流量 能够达到8780万人次 也就是80.6%的复苏率 而对于机票价格偏高的问题 陆兆福解释 这是因为美元汇率上涨 因此抬高了燃油价格等飞行成本 而且疫情期间所有飞机被迫停运 如今要重新投入服务 就需要先经过维修 检查等一系列的程序 目前服务的飞机数量 还没有恢复到百分百 因此机票价格难免上涨 不过接下来会有更多的飞机 陆续重新起飞 到时候票价就能够稳定下来 让乘客享有更低廉的机票 八度空间 林小彤 叶欣梅 国会大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